乾隆珠寶董事长江洪志 持续多年的爱心便当活动 这次市议员张炳钧也共襄盛举 一起送出250个便当跟馒头 还有最近非常欠缺的鸡蛋 让弱势的民众 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 世纪开始进步好 我们每星期发现爱心便当跟馒头 一星期一星期 人家煎鸡汁出来 所以这个社会我发现 需要教育的共同来关心 来关怀 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 我们这个专议员 看到我们这个爱心的指动 他自动 要来参加发生鸡蛋 所以这也是让每一个 每一个地所在的人 感觉有一分的爱心的温暖 所以我有这些所在 不但感谢这个专议员的参与以外 也要好好社会 大家競争到来关怀 我们竟然是这些低收入的民众 我们就会有一点爱心和关怀 那其实丙君常常看到我们乾隆珠宝 我们江总市长 那每一个礼拜四都有在发放爱心的便当 给我们这些需要帮忙的这些长辈们 那丙君其实也是受到我们的江总市长的这种善举的感召 然后今天也是共襄胜举 然后也准备了我们新鲜的鸡蛋 那跟着我们江总市长在今天一起来发放给所有我们需要帮忙的这些长辈们 但就如同我们江总市长所说的 那其实社会上的弱势其实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愿意来一起加入这种善举 让我们来一起关心这些弱势的族群们 让金融市成为一个和谐快乐的城市 排队领取爱心便当跟馒头还有鸡蛋的民众 也向秦龙珠宝江董事长跟张炳君议员致谢 现场气氛可以说相当的温馨 董事长江洪志跟议员张炳君 也希望把这些爱心跟关怀不断地传播出去 让爱不断循环 也让基隆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